I'm glad you came into my life 只想及秘序 無微不自的安排 像你完整了我的世界 歡迎大家收看 《Mummy Kingdom》 阿菲,其實孕婦在產前產後的不同階段 都會遇上不同程度的心理上 以及生理上的痛苦,真的很慘 對,其實大肚時有腰痛、腳腫 順產時會鎮痛 開刀時傷口… 要捲刀 對,很痛 之後產後有機會抑鬱 所以我們今集探討幾位媽媽 生產後的媽媽之痛 今集的媽媽Stephanie在懷疑第二胎 老公Nelson是健身教練 看著她們現在的開心和幸福笑容 你們不會想像到 Stephanie生第一胎時多麼驚險 當時叫我脫傘 嘗試順產 之後順產不成功 之後就緊急開刀 當醫生跟我說嬰兒心跳慢的時候 我整身不斷震動 是冷得震動的 對,完全…她說甚麼 因為要簽一張抗傘方式 是她做手術要下麻醉 我完全是聽不入耳的 那段情況 醫生和護士全都很急 所有動作都很快 令我心情更害怕 我問身邊的姑娘 我說會否有甚麼事發生 我說真的…你們這麼急 我自己又震得瘋了 之後她就安慰我,說沒事… 因為我做完手術那一刻 沒有即時看到她 那兩晚都很自我 因為身邊的其他媽媽的床 旁邊也有小朋友 然後聽到她們哭聲 我又很想念我的兒子 而且又是最擔心 不知道她現在有甚麼情況 後來我才知道 她說小朋友的器官好像有問題 出生時她不是即時哭 所以就要去醫科病房觀察 幸好Stephanie和兒子 最後都大步難過 但有時,這個傷痛的經歷 帶給媽媽的影響可能持續很久 我們一起聽專家怎麼說 今天很開心 我邀請你臨床心理學家 Dr.Ken 跟我們分享 其實產後抑鬱這件事 現在是一件挺普遍的事 阿菲,當時你生產後後 會否有這種情緒的波動 其實生產後後 我第一次見過小朋友 你也知道了,後來長老、家人 都會來探望我 很有趣,寶寶不斷捉著寶寶拍照 恭喜之類的事 那一刻反而自己就會覺得 為何會這樣 開始漸漸的頭十二天 其實不太願意 讓別人碰自己的小朋友 我聽過很多朋友都是這樣的情況 好像覺得這件事是我的 而且發覺自己的肚子 突然沒有人踢你的感覺 其實情緒也有很大波動 你怎麼可以解決 或者令這件事不要發生 有甚麼症狀是很特別的 容易看到 這個產婦現在可能會有這樣的傾向 其實我想媽媽在寶寶出生前和之後 有幾件事都很影響到她的情緒 第一,就是荷爾蒙會有轉換 令她們可能對身邊的事 的敏感度也會增加 另外,其實真的有身體的變化 例如她的身形會改變 衣服也不適合穿,對吧 生產後,那些衣服突然又不適合 但生產前那些衣服固然繼續不適合 所以很多時候媽媽都會覺得自己 那個價值可能會下降 尤其是當爸爸或是大長老 大家的視乎都放在小朋友上 這也是很難避免的 因為始終我生生命 但媽媽正如我所說的 她比較敏感,將這些東西放大了很多 但這些東西媽媽未必願意說出來 因為她很少會說出來 覺得好像想搞大一件事 或者說完後 又怕大家會怎樣看自己 還有很多事情處理 對,媽媽本身也很忙 所以很多時候這時候要靠爸爸 其實爸爸也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要觀察著自己的太太 說回太太的變化 因為有時可能媽媽的日常生活 她會改變了 譬如突然睡不著 突然沒那麼多話說 或突然喜歡吃的東西 都不喜歡吃 其實這些時間 爸爸也可能怎樣做 問候多一點 其實媽媽有時也要讓爸爸知道 自己的情緒變化 不怕說出來 因為你說出來 爸爸才可以根據你的說法 做一些相應的反應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 為何一些夫妻在媽媽 有所謂產後抑鬱 或者產後抑鬱症狀發生的時候 不知道是因為他們的溝通不夠 有時爸爸可能沒有留意 或者媽媽其實也不太想說 這件事很多時候都會被人忽略 所以我會被人忽略 媽媽Celia結婚五年多 外界一直只知道她有三個可愛女 但其實在幸福來臨之前 她曾經有過一段傷痛的回憶 不過經歷了更多Celia 已經可以勇敢面對 第一次懷孕是… 是一個很玩樂的心態的那段時期 所以沒有特別覺得懷孕是一件事 只是覺得很傷心 因為我不想懷孕 所以沒有特別好好照顧身體 但由懷孕… 知道懷孕了,直至沒有了 只不過是一次產檢的時候 跟我說沒有心跳 但我丈夫是很自責 她覺得因為她帶了我去飲飲 經歷過這一次之後 就覺得如果再有一次機會給你 你就應該要珍惜 那自己就跟自己說吧 可能緣分還未到 沒有了就沒有了 但會記住她,記住這一次她 雖然那段經歷已經成為過去 但還是在Celia內心留下陰影 令她在生大女兒時承受巨大壓力 但可能有時外人或沒有知識的人 都會覺得真的要來,你不小心 所以怎樣… 而自己已經是這樣 我自己也是這樣想的時候 一定會有抑鬱的過程 所以在第一次真正生大女兒的時候 我是很小心,真的非常小心 害怕當時三個月過了心跳 簡直是在親生裡哭了出來 終於是有了 那一刻終於有了 這次與我無關,很安全 之後其實產檢是一個月一次的 但我不是一個月一次 我是兩至三個星期 我自己上去 因為兩至三個星期 怕她沒有心跳 我不知道或有甚麼事 好像精神病一樣 我自己打上去就不用預約了 你上去坐著,等到最後一個 她就會替你照一照 照一照的超聲波 她還在動,不用害怕 直到生下來就會覺得 糟了,她不會張開眼睛 或是有甚麼遺傳病 如果應該怎樣 譬如很黃昏,要睡箱 那怎麼辦?睡箱是很大的事 會否把箱子安裝著她 就是這些 都是因為第一次的經歷 大家都好像買了教訓 麻煩你真的用心點 去學習如何照顧她 因為機會沒有就是沒有了 你不知道甚麼時候 這次經歷 令Celia學會珍惜每一次機會 終於在她人生中 迎接了三個又可愛又活潑的小生命 對於產後抑鬱 作為身邊的人又可以怎樣處理 Celia,其實當太太有產後抑鬱的情況 發生的時候 但她又不願意說 通常這些情況都不會願意 自己說出聲 我們有甚麼方法可以 容易察覺到 她的狀況有些不同嗎 我想很多時候 我們都會很集中在 說出溝通 其實非語言的溝通 比溝通的語言更重要 甚麼意思呢 就是她的習慣和改變 例如她睡覺時 你看到她很難睡得著 又或是經常覺得很不開心 這些我想是會留意到的 有些研究說 如果爸爸可以在晚上 在餵奶時付出多一點幫忙 對媽媽來說是很大的幫助 所以這個可以考慮一下 另外就是多在她身邊出現 問問她的感受 不要經常問你是不是不開心 因為這些可能會令她很不喜歡 因為其實是不知道說甚麼 如果你一察覺到她的心情已經很低落 你過去的時候 糟了,我真的不知道說甚麼 你不開心 覺得說甚麼都好像幫不到你 其實我應該怎樣做才可以幫到她 所以我們就不要只著重在說話上 因為說話是表達一個情感 佔很少的部分 有時候我們用非語言 例如大家買一些食物、送花 不需要有甚麼原因 可能她會問你究竟有甚麼事 其實你不需要說 不需要有些特別的原因 是 而且有時候可以稱讚你太太 當然,她在照顧嬰兒 可能也正在學習 但作為媽媽 很多時候都很想有些肯定 有些肯定、有些接納 或是認同 可以稱讚她更多 另外,有時候載她去買衣服 或是載她去吃不同的東西 讓她覺得我生了小孩之後 我不是只是一個媽媽 我仍然是你的太太 很多人都會問 是否一定要清胎毒 但其實胎毒並不是人人都有 孕婦可以看看自己有否以下的熱象 去決定究竟需要清胎毒 例如有否大便乾潔 口乾或容易飆汗 或是皮膚容易生暗瘡 或是已經開始有癢養的情況 如果有這些熱象時 我們就可以開始清胎毒 通常我們會在35週或以後 才開始清胎毒 有些人會問 是否吃西瓜清胎毒 但中醫師不建議 我們可以吃一些 比較溫和的清胎毒食物 例如綠豆沙、腐竹雞蛋糖水 或是芝麻糊等等 這些都可以做到清胎毒的功效 不過我們還是建議 諮詢你的專業中醫師的意見 不論媽媽產前產後 經歷的痛苦真的可以陳出不控 對,有時在身體上出現狀況 都會較容易察覺 但如果在情緒上出現狀況 可能比較難發現 不如我們一起看看 以下來也會找媽媽分享 一個媽媽在懷孕到生產 都會遇到不同的心理變化 姓媽Celia 一向都是以美太太形象視人 但在小孩出生的時候 她竟然不顧形象 對著鏡頭崩潰大喊 究竟發生甚麼事 還拍攝? 對著鏡頭崩潰大喊 也不是很大 很大,你看 快要減少了 好像很痛苦 我會減少了 三個月減少了 我應該來笑 不是也會笑 每次都會這樣,慣甚麼事 一定不是這樣 你會減少了 肯定會減少了 如果現在穿著半大肚子 是無人性的 一年之後再看,覺得自己很好笑 肯定很可憐 你也很可憐 很快減少了 你別哭了 真是很可憐 肯定會減少了 其實阿楓這麼冷靜地拍攝Celia 並不是代表不緊張 當時的Celia 正在經歷很痛苦的過程 而阿楓可以做的 唯有默默陪伴 我想最嚴重的時候 是產後抑鬱 是最嚴重的 沒有原因哭 可能一生完回來 我個人很戒懷身形 然後已經無法接受 你生完後,別人還以為你還有 還未生完 你生完後,那肚子很大 裡面是甚麼 究竟是否有四個 不停按摩,不停地問醫生 然後別人說是氣 那些氣怎樣 哪有個洞可以走 怎樣把氣離開 是否刺穿它就可以了 割開它,拿氣出來,可以嗎 第二,回到家 第一個月 然後他睡著一覺 不動,死了,不動 然後推它 你會突然躺著它 即是觸碰它 是否冰了 不是,它很熱 然後你會問 看看他有否呼吸 即使有很多家人幫你 或是陪月、姐姐、老公 但你那一刻心裡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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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覺得做得不好、做得不夠 他會否有事,怎麼辦 因為我覺得 每個人覺得孩子都是自己的命根 他有事,我就很糟糕了 不知道怎樣處理 我不懂 然後他給自己太大的壓力 他不會釋放出來 就會變成產後抑鬱 媽媽在懷孕前後會面對很多轉變 情緒上很多時候會受到影響 但不多人懂得及時察覺自己的狀況 究竟媽媽有否方法 可以初步判斷自己是否患上產後抑鬱 我想問問,在媽媽的角度 我曾經是否患上抑鬱 是因為生了小孩 有賀爾蒙的影響才會有這種症狀 但其實不是每個人都會知道 原來哭就是抑鬱 或是有污魂就是抑鬱 其實怎樣可以有自己認識 可以知道自己可能會有抑鬱 或是情緒的波動 其實我想每個人都在不同時間 都有不開心的時候 但很多人誤會就是不開心 便會有抑鬱 但其實最主要來說 為甚麼會有抑鬱症狀 就是因為她的症狀 例如很不開心,你持續了一段時間 而這段時間是大概兩個星期 或者以上的時間 你持續每一天都很不開心 而這個不開心的情緒 是影響你的生活的 其實最主要來說 你不開心,但不影響你的生活 其實我們人本身有一個 所謂指舊的機制,自己調整 但當我們的機制不再成功的時候 我們的生活就會受到影響 例如你的睡眠、飲食 你去廁所的習慣 以及你對其他人相處 社交也會有影響 其實當這些時間 各樣的地方都受到影響的時候 你可能要留意 究竟是否抑鬱症的出現 其實要去到哪個程度… 有否說我抑鬱到哪個程度 我真的需要去見醫生 尋求協助 其實很多人問這個問題 對 其實沒有 其實你不需要去到情況很差 睡不著、吃不著 所有事情都已經快要爆發 這樣才會看 其實絕對可以 當你發現自己的心情 遲續一段時間 好像很黑暈,很不開心的時候 絕對可以去找一個主要人 因為越早發現 就算你未到抑鬱症狀也好 即是抑鬱症也好 有些抑鬱症狀 要學習如何幫助自己 去提升那個情緒 其實對自己、另一半 還有小朋友也有幫助 媽媽Vera 無論是家庭還是事業 都取得一個很好的平衡 經常笑臉迎人的她 其實曾經有一段 長達兩年的抑鬱經歷 因為在見輔導員的那段時間 其實一開始時是視像 我記得那段時間我極度失眠 無緣無故坐在那裡 又會很厲害,在哭 一想起我姨媽又哭 那段時間也是想死的念頭 又浮出來了 無論現在看上去多麼無憂無慮 Vera回憶起那段時期的痛苦經歷 還是會感覺沉重 如果要用詞語形容抑鬱的過程 我覺得好像烏雲一樣 有一段日子 長期處於一個不開心的狀態 但依然會迫自己出去上班 但每次要見人的時候 我之前都會有很多焦慮 很害怕 還有晚上,如果我關燈後 我還沒睡覺 但我丈夫和女兒已經睡著了 我可能在看劇或做甚麼都好 然後會想想,很不開心 好像覺得很孤單 我好像永遠都走不出這塊雲 這塊雲何時才會散開 直到情緒的轉變影響到工作 有關心Vera的同事 嘗試跟她討論抑鬱的可能 Vera才意識到情況已經很嚴重 我同事問了這條問題 我就開始留意自己的情緒 也用了半年 然後我就想,不太對勁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有甚麼可以幫忙 我去讀了一個關於正念溝通的課程 其實我也打算學習溝通的方法 但沒想過會關於情緒 誰知道在課堂中的老師 也很帶領我感受自己的情緒 我剛才覺得她很療癒我 那個課程是… 如果我有一個自救的想法 每天其實都是一個… 你要自己和自己幫助自己 沒有人可以幫助你 當然你可以去找輔導員 他們可以幫你一起想方法 幫助自己 但最重要是你有個心 是你想幫助自己 而你想幫助自己做的行動就是你 幸好,最終Flera 都可以成功走出來 我們又聽聽專家有甚麼建議 比可能都在經歷難關的其他媽媽 其實Flera也很好 他自己可以知道自己有這個問題 然後尋求 因為當初我隔了很久的時間 到我丈夫發現 我突然突然爆哭 他才會知道 我有這個情緒的波動 還有開始有這個症狀 其實是否很常見 他在尋求醫生協助前 像Flera一樣 他會自己去找一些方法 其實那些方法在醫學上來說 是否可以的 其實很多人來找我們心理學家 或者精神科醫生之前 他們都試了很多方法 老實說,我們人有一個機制 自我調整情緒 但只不過當自我調整的機制 出現了問題,有很多原因 例如剛才你說的 剛生的小朋友 出現了一個巨大的轉變 而這個時間 他覺得身邊的人給他的支持不足 因為我覺得人在低潮時 他可以透過不同的方法 例如他會做一些放鬆練習 出道去逛山 去離島,跟朋友見面 喜歡做一些喜歡做的東西 吃一些喜歡吃的東西 其實這些本身都可以令我們回復 但當你做了這些事一段時間 例如一、兩個星期 發覺這個情緒沒有轉變 反而更差,或者那個情況持續 例如你的睡眠問題 你的胃口持續很差 你的腸胃持續很差 而且你的情緒波動得很大時 其實已經可以尋求專業的幫助 所以沒有一個究竟去到甚麼程度 因為我自己覺得就算你一開始 未到抑鬱症狀的情況 你去見一個瀏申學家也好 或其他專業人士 他也可以教你一些方法 在那個位置調適自己的情緒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幫助 但去找醫生去治療時 其實是否會有甚麼方法去幫助他們 即是藥物治療 還是一些其他方法去幫助他們 其實很視乎嚴重的情況 很多時候我們也先做評估 其實見專業人士 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做評估 因為有時候我們會用自己的感覺 或用網聯網幫助自己做評估 不是說沒有幫助,比較了解 但一個專業評估 可以令你知道現在是甚麼情況 抑鬱症用心理治療 即我們稱呼善治療 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今天真的很感謝Dr.Ken跟我們的分享 其實就算像Vera 她本身聖誕樂天 她也試過抑鬱了兩年 花很大力氣才能走出來 所以各位文官千萬不要自責 如果遇到甚麼問題 記得快點找幫忙 記得記得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更多ViuTV的足本節目 將會定時上架 按鈴鈴,一有新影片馬上通知你